比如说HDFS MapReduce和样 那么从本节开始 我们来学习一下大数据里面的数据仓库 也就是Hive 在学习Hive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Hive的一个产生背景 在MapReduce章节当中 我们实现了一个WorldCount 虽然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它的代码量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MapReduce编程的不变形 那么我们到官网上面来看一下 MapReduce的实现过程需要哪几步 我们到官网上面来 这地方有个gettingstart 然后learnabout 点开之后我们选择我们的MapReduce部分 在这地方有个指南 好我们往下拉 找到第一个案例就是WorldCount 那么它第一步要实现一个自定义的Map 然后第二步要实现一个自定义的Reduce 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类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Driver 把所有的关联关系给它设置好 设置输入 处理的文件在哪里 输出到哪里 以及它的Map和Reduce是哪个类来处理 设置完以后我们要打个包 打包 然后给它放到环境上面去执行 如果你们的业务发生了更改 那么你的Map和Reduce这个类肯定需要重写 重写以后再打包 再到服务机上面去再执行 那么整个过程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 一个简简单单的功能 你看实现起来要这么多这么多的代码量 所以这个地方体现了它的不变的特性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HDFS上面的文件缺少schema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现在HDFS上面 比如说你存一个文件上去 那么它仅你只有一个文件 仅仅只是一个文件 对于这个schema 你可以这么理解 关系型数据会里面我们创建一张表 你要指定表明 要指定你的列的名称 列的类型 这些东西就叫做schema 那么你HDFS上面的文件 我们是没有schema的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使用Sircle的方式 来对我们分布式文件系统上面的数据 进行相应的查询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要进行大数据处理的话 你必须要先要学习加把语言 或者说你要学习Mine Reduce 按照Mine Reduce的编程接口 你进行实现 这样子难度是非常大的 门槛是非常高的 对于传统的那些熟悉Sircle 或者说是DV的同学来说 你想想看 他原来都是直接写Sircle的 你现在叫他学这么多东西 肯定是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Hive的产生背景 两个特性 那么对于普通的或者传统的这些DV的同学来说 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处理大数据呢 他们肯定想的就是 我能不能写一个Sircle语句 就跟关系研究里面的Sircle是一样的 我只需要写一个Sircle语句 就能够完成我们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呢 想法是很好的 而且其实社区上面也就这么实现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Hive的一个产生背景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Hive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 它是由Facebook开源的 其实Facebook为我们大数据界是开源了很多很多 非常好的项目 Hive就是一个典型 它最初是用于解决海量的结构化的日制数据统计问题 比如说你要统计你的流量啊 或者说反问量之类的哈 结构化数据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普通的文本 就典型的结构化数据吗 原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Hive它是构建在Hadoop之上的一个数据仓库 既然它是构建在Hadoop之上的 那么我们肯定能够想到 它的数据是不是就存放在HTFS之上呢 那么它的计算引擎就是不是使用MapReduce呢 因为只有这样子 它才算构建在Hadoop之上嘛 那么第三点 Hive里面它定义了一种类搜口的查询语言 类搜口就是类似于搜口的一种语言 它叫做HiveQL 简称HQL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们做JavaE开发的 Hypernet里面那一套语言 是不是也叫HQL 可能名字相同的 但是这个H指的是Hive 它是类似于搜口 但又不完全相同 那么既然Hive它提供了这么一种搜口的查询语言 那么原来的DBA的同学 是不是就能够无缝的对接到我们的Hive里面来呢 的确是的 你只需要写搜口就OK了 那么剩下的分布式的一些作业执行就交由Hive底层 它的核心的支援引擎来完成就行 就相当于你在查询关系型数据困难一样的 就能够完成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上做 所以Hive一诞生的时候 它的口碑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是很受欢迎的 即使是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Hive在离线处理过程当中 也是占有很大的分量的 很多公司现在还是基于Hive来进行处理的 毕竟Hive这东西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它的性能可能比斯大格是要差一些 但是它的稳定性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第四个 通常是用于进行离线数据处理的 一次可以处理很多的数据量 只要你的数据能够存储的下去 你的计算能力能跟得上 如果跟不上就需要扩展我们的哈东基群就行了 它底层采用的是Mapidus 当然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Hive它底层采用的是Mapidus 现在已经不止了 现在的底层 它是支持多种不同的执行引擎的 典型的性能比较好的 有Spark 那么现在可以直接把Hive跑在Spark上面 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另外一个执行引擎 叫做TES 那么Hive跑在TES上面 也是有生产环境上面的使用的 这里我写一下 Hive底层的执行引擎 有最原始的Mapidus 包括后面发展过来的TES 以及现在最流行的Spark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Hive onMapidus 以后你们看到这样的术语 一定要了解什么意思 Hive onMapidus 相当于是Hive 它的底层的支引擎 是Mapidus 还有Hive onTES 还有Hive onSpark 这些名词 这些概念 稍微了解一下 好 我们继续回到PPT上面来 看最后一点 Hive它是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的压缩格式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数据是Gzip 或者是LZO 或者是Snapid进行压缩的 没有问题 Hive是能够进行处理的 这是压缩格式 而且它还支持存储格式 那么这个存储格式有哪些呢 我们常用的有ORC PT这样的列式存储 当然也有函式的话 TestFile 还有SequenceFile等等 以及自定义的函数 因为在Hive里面 它类置的很多 简单的函数 是能够给我们提供 非常快速方便的使用的 但是在我们生产上 这些函数是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按照Hive的标准 实现我们自定义需要的功能 这个就是自定义函数 好 这里我总结一下 对于压缩 有Gzip 有LZO 有Snapid 有Bzip2 等等等等 那么对于存储呢 它也有最原始的TestFile 还有SequenceFile 包括后面的RCFile 以及现在用的非常多的ORC 或者是PT这样的列式存储 档架 那么还有一个自定义函数 就是UDF函数 自定义函数 这个是为了满足我们 一些定制化的自己的功能的需求开发的 这些Hive里面是没有支持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自己进行开发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于Hive的产生背景 以及Hive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我们有一定的认识的 这是我们PPT上面 对Hive是什么的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到官网上面来看一下 官网上面对于Hive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描述呢 我们打开这番契 地址是Hive.apache.org 因为我们说过 只要是顶级项目 它的网站名称都是一样的 统一的规则的话 项目加上Apache.org 因为Hive是个顶级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描述的呢 Apache的Hive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数据仓库的软件 它能够提供非常方便的读写 和管理 管理什么呢 很大的数据集 这个很大的数据 它是存储在分布式的存储系统上面的 对于分布式存储系统上面的这些数据 它能够使用sicle的方式进行读写和管理 关键点是使用sicle 那么对于存储的这些数据 已经存储在存储系统上面的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给它作用上一个结构化的东西 其实说白了 就是schema的信息 你对Hive的文件 你给它设置上 第一个字段是什么 是名称 是ID 第二个字段是name 第三个字段是password等等 然后每个字段之间的分割符是什么 这些东西叫做schema 只要你把它作用上去以后 就相当于就是一张表了 一个Hive的文件就是一张表 有了表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sicle进行查询了 它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以及是一个gdbc的driver 可以用这两种方式 能够非常方便的连接到 我们的hive上面来进行相应的数据的操作 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数据仓库 而且数据是存储在分布式的文件系统上面的 典型的话就是htfs 那么它计算的时候 默认底层就采用Reduce的支援引擎 那么官网下面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